智慧城市是新北市市政重点之一 因此新北市的阅读教育政策也与时俱进 基本市教育局27号就与国立台湾师凡大学 签订合作备忘录 导入智慧式性阅读平台Smart Reading 签约记者会中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 也率先体验智慧式性阅读平台 我们很高兴有48所学校6000个小朋友 能够参与这个计划 让他们跨越空间 有这个机会在天乡也能够利用这样一套系统 然后去借我们的图书馆的书 然后去读到他们适合他们的阅读能力的一个计划 由国立台湾师凡大学开发的智慧式性阅读平台 主要是借助科技辅助大数据分析 让老师清楚学生的阅读学习历程 并进行有效教学 建构孩子完整的阅读力 同时突破过去学生阅读能力不易评量的困境 让老师在课程设计上也能调整客制化的教学 12年国教很多时候不是只强调知识 态度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培养好的习惯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连串的完整的历程做下来 我相信学生能够把他的真正的阅读能力培养起来 扎扎实实的来做 教育局指出对于孩子阅读学习成效 需要更精准的检验工具 而透过智慧视信阅读平台的测验结果 就可以得知学生在自此辨识 表层文艺理解等阅读相度的表现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